塞罗师傅塞罗师傅不好了 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唱歌呀 小塞罗出事了 他和小迪家乱吃东西 吃坏了肚子 他们疼得在地上打滚呢 是贝利亚给他们吃了不干净的汉堡 你赶紧去看看吧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他们怎么能乱吃东西呢 我一直教育他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 他就是不听 这下吃坏肚子了 能让他长点记性吗 泽塔徒弟你确定是贝利亚干的吗 是真的塞罗师傅 我亲眼看见的 他不仅把小塞罗的汉堡车开走了 还故意留下了一个过期的汉堡 师傅 你看我这里有食品 哎呦喂 这个院子里 怎么会有一辆这么好看的汉堡车呀 这样子也太可爱了吧 本大王真是太喜欢了 这不是小塞罗和小迪家吗 他们两个还有心情在这里唱歌跳舞 既然他们这么投入 我就不去打扰了 这个汉堡车本大王就暂时替他们保管吧 这个车子看起来挺有食欲的嘛 这两个小奥特曼 要是看到车子不见了 肯定会伤心的 本大王就把我珍藏了三天的汉堡给他们吃吧 这样咱们就算扯平吧 小奥特曼们好好享受吧 本大王就先把车子开走了 可恶的贝利亚 居然真的把小塞罗他们的汉堡车开走了 还给他们留下了一个过期的汉堡 老迪家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你快瞧 咱们的汉堡车怎么不见了呢 这可是爸爸给我的生日礼物呀 好像真的没有了 小塞罗快和我一起出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哎呀 怎么回事呀 你看汉堡车不见了 可是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汉堡烟 它看起来好美味呀 是啊 是呀 小迪家这个汉堡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你肚子饿不饿呀 要不我们一起尝尝这个汉堡的味道吧 小塞罗和小塞罗和小迪家抱着大汉堡开始狼狼吞吐烟 他们的样子实在是太搞笑了吧 可还没高兴多久意外发生了 由于他们吃了过期的汉堡 小塞罗和小迪家忽然肚子疼得在地上难过 他们的样子好痛苦呀 救命啊 救命啊 好痛呀 我的肚子太痛了 我也好难受呀 我再也不要吃汉堡了 火气的食物吃了肚子会疼的 就在这个时候 知道真相的塞罗和泽塔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小塞罗和小迪家已经躺在地上痛得打滚了 哎呀 不好 泽塔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小老头伴们已经把汉堡吃到肚子里去了 你看他们的样子好痛苦呀 小塞罗啊 小塞罗 爸爸给你说过多少次了 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吃 过期的食物和未知来源的东西更不要碰 你这下知道后果很严重了吧 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吃过期食物 保护好自己 泽塔徒弟 他们两个现在需要马上送到医院去 你赶紧去把救护车开过来吧 好的 塞罗师傅 我知道了 你在这里守着他们吧 我现在就出去开救护车来送他们去医院 泽塔跑出门 来到路边发现了一辆救护车 他立刻启动车子来到了门口 然后就立刻跑进去 把两个生病的小奥特曼抱了起来 带到了救护车上 随后泽塔就开着消防车往医院赶去 此时的塞罗十分的生气 他要把干坏事的贝利亚找出来 塞罗拿出手机 掉出来了惊痛看到了贝利亚逃跑的方向 随后塞罗启动了飞行模式 直接飞向天空 没一会儿就找到了贝利亚 他立刻飞到了贝利亚前面 把他拦了下来 被老黑你给我滚下来 你今天实在是太过分了 把小朋友的汉堡车开走了也就算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给他们留下一个过期的汉堡 两个小奥特曼吃了你的过期汉堡 肚子疼的在地上打滚 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们可是小朋友 你不知道过期食物吃了会生病 你居然还敢在光之国 逍遥自在的跑来跑去 今天要好好收拾你 你在说什么呀赛博 我不就是开走了一个汉堡车 以至于这么生气吗 我也是好心给他们留下我最心爱的汉堡呀 那可是我留了三天都没舍得吃的美食 我怎么知道他过期了呀 这事可不怪我呀 怪的话就是他们太贪吃了 好你个贝利亚 到现在你还在推卸责任 不值回感 我本想给你个机会 可你却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经过我们一致决定 今天我就要把你赶出光之国 哎呀不要了赛博大哥 求求你不要把我赶走 我再也不敢了 过期食物吃了会肚子疼的 我错了